在过去帕萨特一直处在终极轿车中一个相对较高的地位 但是由于这几年没有什么优秀的新设计 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下比较热门的终极轿车变成了麦腾 不过最近有传闻说全新的帕萨特要来了 这款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款汽车搭载的发动机具有高低两个功率的2.0T发动机 据说后期还会增加1.4T混动版本 但是均会搭载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最高功率可以达到137千瓦 这样的动力足以满足消费者的平时需要 这款汽车在设计上还是考虑到中国车主的喜好的 所以这款车采用的是大尺寸的模式 规格为4933毫米乘1836毫米乘1469毫米 同时搭配上2871的轴距 使得这款车能够提供给乘坐者足够的舒适程度 同时在悬架的搭配上这款汽车采用的是前独立与后多连感的搭配 在这款车的内饰方面会有很多朋友觉得 这款车的布局与朗逸的Plus有神似之处 但是要进行细节的对比你就会发现 这款车要比朗逸等车更加精致 并且内饰的材料也绝对不是那种满满塑料感的廉价货 其他的一些功能设置也是比较完备的 当下很多的流行配置帕萨特的内部都有安装 但是小编就布埃克介绍了 这款帕萨特的相关消息一经放出便引来了无数的关注 而且焕然归来的帕萨特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十分优异的 再加上帕萨特的影响一直都在 所以这款车在上市后很可能会迎来一波销售热潮 但是目前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售价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只能静候加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